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準備130克高筋麵粉還有120克低筋麵粉 再加入15克糖一點鹽20克融化的奶油 還有慢慢的加入120克冷水揉成團 慢慢的揉盡量不要揉出筋性 不然等下面團會不好操作 揉好後包上保鮮膜 把它放進冰箱裡冷藏一個小時以上 接著就可以在桌上撒一點低筋麵粉把麵團擀開 擀成十字形狀 中間留點厚度旁邊擀薄一點 類似綿綿的那種形狀 然後包入160克四方形的奶油 擀開然後上下折起來 這個動作要重複操作六次 如果麵團太軟可以重新冰回冰箱等它變硬 接著來準備內餡 我們需要一顆不讓你流淚的洋蔥 還有這個肥瘦分布均勻 像楊桂妃一樣的培根 再來一些吃水跟蔬菜長大的牛肉 就可以先在鍋中加入奶油洋蔥培根翻炒一下 稍微炒軟後撒入黑胡椒 可以多撒一點因為同仁愛吃辣 畢竟同仁愛吃辣可以合理推理出這道料理應該也有一點小辣 然後再加入新鮮去脂去皮番茄果肉 還有牛肉 翻炒一下就可以加入重頭戲科波拉扁豆 接著煮到食材全部軟化 就可以加入一些低筋麵粉勾芡放在一旁備用囉 接著把派皮放入模具裡 用叉子在上面戳動 割掉超粗的派皮 就可以倒入烘焙時先180度烤個20分鐘 最後擦上蛋液放入餡料 蓋上派皮割出紋路 再擦上蛋液 就可以180度烤15分鐘 這個樣子就完成愛麗絲的派囉 試吃時間 開動囉 嗯 派皮外層烤得酥酥的 內層稍微帶點嚼勁 這奶油香真讓人難以抗拒 內餡的科波拉扁豆跟培根還有牛肉超級搭 綿密的口感又帶點獨特的豆香 有點像在吃馬鈴薯泥 這應該是目前為止 二次元料理裡面最好吃的派 那最後我就給這個派一個字 派 因為目前為止這個派最派嘛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開鈴鐺 想看什麼料理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動畫片段我都放在IG了 想看就去找吧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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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看影片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